Hello 大家好 老師好 我是第十四屆的學員黃之音 然後我高分是第五屆的 學了這個長生學一年多以來 我發現他分到了我很多綠長的小問題 那大家看我的樣子 是不是好像比較健康 好像沒有什麼大問題 很幸運的 但是我有很多小小的小毛病人 特別是腸胃方面的 那我今天有一個分享 就是說有一次我在梅窩吃海鮮 那吃完海鮮之後 那我在等船的時候 就是喝了一杯奶茶 然後就上船的時候 就是在那個肚子裡面 那個海鮮跟奶茶就糾結在一起 吵在一起了 然後哇 痛得很厲害 那個肚子好像抽筋 然後就是 哇 痛得不得了 我在想啊 真要命又不在家裡 又沒有醫生怎麼辦 然後就想起了長生學 那我就 因為我真的連坐在椅子上都坐不了 然後我就切切的 挨在那個椅子上 然後就是一隻手 放在我的肚子上面 那很奇怪喔 只有幾秒鐘 我就感覺那個肚子沒有那麼痛了 那我把那個手放在肚子上面的時候 只有幾秒鐘 就感覺那個肚子沒有那麼痛了 然後再過了一陣子 就感覺它的痛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那大概兩分鐘的時候 它就完全不痛 我在想哇 這個長生學太好了 一般這樣的肚子抽筋 很麻煩的 可能要去打針了什麼的 然後大概過了五分鐘左右的時候 那個肚子又開始痛了 然後我調整了一下姿勢 就是那個肚子又開始不痛了 那然後我就後來是完全不痛 但那個時候那個感覺很奇怪 因為它喔 我是感覺不痛 但是手放在那個肚子上 感覺那個肚子還在翻騰 然後那個好像很熱的感覺 那後來我就覺得這個感覺要記住 因為真的很奇怪 後來就是肚子完全不痛嘛 我就可以起來去那個廁所 那然後就很輕鬆出來了 那這次的感覺跟我一般的肚子痛很不一樣 一般我起碼要痛 半個小時以上 然後就是 不可以太快去那個排便 因為就排不出那樣 這是肚子痛 那那一次我去完了廁所之後 就是那個下床的感覺 就是很輕鬆 就是一般的時候 如果肚子這樣痛 我應該是沒有力走路的人 但是那一次就很精神 就是好像從來沒有發生一樣 那這是我自己的分享 然後還有一個分享 就是說我在調整站做義工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很特別特殊的情況 就是我是看到那個長身學很快就有那個效用 我有一次辦一個一個白金性症的婆婆 她過來的時候 她是那個手抖得很厲害 一般有這個症狀的 她們的手可能有輕微的抖動那樣 但是那個婆婆她就是抖動得很厲害 她的整隻手是這樣的抖動 然後那個母子就是 可能就是好像摩打一樣 就是不停的就是 線上那個震動那樣 那後來我就 幫她調整了第一節十五分鐘 那感覺上她的手就是 真的抖動的幅度沒有那麼大 然後延慢下來 然後在第二節十五分鐘的時候 然後就感覺她的手又再慢下來 然後那個線上抖動的速度又再慢 那時候我其實還有一個拍檔 她是在調西 第七學道跟第六學道的 我就是主力就是調那個手 那後來我們就交換位置 那個我就去調另外一個位置 然後另外一個師姐她就是調那個手的方面 哇好厲害 她那個手放在那個婆婆的手上面兩分鐘左右 然後她的那個婆婆的手就是完全 就是真的不動了 那我覺得簡直就好像是奇蹟 因為好像這一種症狀就是 可能要調很多次 但是那一次我真的親眼是看到 就是真的 30分鐘之後她的手就完全不動了 那我們都有看到這個奇蹟 覺得哇真的好厲害 那我希望 長生學能幫到越來越多的病人 我們又一次感謝位老師 感謝長生學 感謝把長生學帶過來香港的專師姐 那我以後也會多一些去調整的贊助一工 也希望我們也可以盡一分力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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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